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说起在美国体检呢 近几年有一个说法是年度体检的意义不大 比如2013年和2015年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就分别发表文章 称年度体检并未整体降低死亡率或特定病因死亡率 所以意义不大 为此我特别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家庭医生 丁医生 让我们来现场连线一下丁医生 丁医生你好 许强你好 我想问一下 年度体检您觉得意义到底大不大呢 每年体检还是蛮有必要的 基本上我想这两个报道它讲的是对一些突发事件 比如说一些癌症 比如说有的人发生了一线癌 这些卵巢癌 那这些在体检项目里并不是能够涵盖住的 现在的医学并不能cover到那么多 但是对一些慢性的一些病 比如说发生了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 那这些病在我们这个人的死亡率百分之八九十以上了 大体上 那我们还能抓到的 包括一些常见的肿瘤 像子宫颈癌 乳腺癌 前列腺肿瘤 大肠癌 这些还是有办法的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丁医生 其实无论是自己买医保还是加入政府的医保计划 比如白卡 红蓝卡 他们都必须全额给付特定的防护性医疗服务项目 包括年度基本健康检查 疫苗注射和特定项目筛检等等 这些都是不需要负担额外费用的 更多相关信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凤凰市美洲台的官方微信平台 闲话不得说 继续来让我们进入每日健身环节 下面请出我们的资深瑜伽教练王宇老师 为我们讲解可以缓解颈椎疲劳的猫与牛 稍等片刻 我去换一下衣服 这个是猫跟牛的伸展 手跟 手腕跟肩膀对齐 膝盖跟屁股对齐 肚子缩好 背要平 脚可以放平 可以扣着脚着 吸气 弯腰后背 拉拉喉丸 对甲状现好 向上看 呼气 弯腰脱皮 疏肚 然后背拱起来 然后拉拉脖子 整个背后部起 然后回到 腰起